原标题 仅仅只用五年时间,大唐便扫平群豪,统一了天下,而唐朝之所以能迅速统一中华,主要归功于两个人,秦王李世民和何坚郡王李孝公,李世民大家都非常熟悉,他在选五轮之变后不未登基,视为唐太宗,在国内战争中,李世民扫平削菊,宋金刚,刘武周, 杜剑德,王史冲,刘黑榻等割据势力,平定了整个北方,而南半边中国的平定,又主要归功于李孝公,李孝公是李渊的唐侄,李世民的唐兄,李渊称帝后,李孝公负责招促巴蜀,很快便用兵平定三十余州,俘获随莫著名的食人魔王,朱灿, 李孝公在平定巴蜀的战争中小式牛刀,充分展示了齐大将之风,因此,李渊也放心地,江南半边中国的经历,交给了他, 在李渊的授权下,李孝公以巴蜀为基地,建造数千艘战船,目标指指盘踞长江中游的军阀,消息。 为了帮助李孝公灭亡消息,李渊专门将军神李靖调拨至齐麾下,相比于李靖,李孝公的军事才能大大不如,但李靖相比于李孝公,威望和权势又大大不如。 毕竟,李靖本是李渊的仇家,乃是戴罪立功的一介王鲁,而李孝公乃是赵俊王,李唐的宗室。 因此,李孝公加上李靖,可以互相弥补对方的缺陷,也为南方的迅速平定奠定了基础。 在与消息的战争中,李靖施展席谋,他趁着连日暴雨,江水暴涨之际,率领唐军冲破了消息不置于三峡地区的坚固防险,一口气攻克了敌军都城江陵的门户,宜灵。 展开全门李靖,齐谋无双,李孝公也丝毫不差。 在攻克江陵外城后,李孝公立即下令,将缴获自敌军的战船全部放入江中。 对于这个决定,部下们都感到不解,我们好不容易缴获敌船,理应用来攻打敌人,如今为何要丢弃,难道不怕重新被敌军使用吗? 对于部下的疑问,李孝公坦然回答,不然,消息的辖境,南镇领表,东达洞庭,帝氏险要战士众多。 如今,消息连将镇守将士众多,如成为攻下而援兵到来,我军就会内外交困,诸船虽多,又有何用? 现在将敌军空船飘至下江,下游的敌军,必已为江陵已失,消息一败。 只要援兵有所迟疑,我们必能攻克江陵。 不久后,下游敌军看到了大量空船,果然心生疑惑,不敢轻易支援江陵。 就这样,江陵城内外祖爵,孤立无援的消息被迫投降,被李孝公借送至长安。 消息被消灭后,李孝公立即派兵招抚占据岭南的冯昂。 在李孝公的强大压力下,冯昂望峰归响。 不费一兵一卒,岭南四十九州全部平定。 公元六百二十三年,江南军阀都府微部将府攻时造反。 为了平定叛乱,李孝公率领李季,李继,黄军汉,张震州,卢祖上等将领,兵临湖州。 出发前,李孝公与重将举酒逝尸。 谁知还未引用,却发现,酒水全部变成了红色,就像血水一样。 在古人看来,摄氏不祥之兆,难怕是身经百战的李季,李继,也大惊失色。 谁知,李孝公不以为然地说,获福无门,为人所招。 我没做什么复心事,诸位不必为我如此忧心。 府攻时恶贯满盈,如今依仗朝廷威灵已问罪至讨,悲中之血,乃是贼臣授手的征兆而已。 听了统帅的豪言,重将皆兴安。 到达湖州后,李孝公采纳李敬的一剑,稳扎稳打,筑起坚固的盈磊,多次击溃俯攻时的攻击。 随后,李孝公又派出骑兵,切断了敌军的领导。 由于敌军粮草将近,因此对唐军营战的攻击,变得愈发猛烈。 然而,任凭营门外杀声震天,李孝公却硬是高枕安卧,窥然不动。 当敌军士气有所衰竭,李孝公故意派出一群老弱并惨出战敌军。 府攻时见唐军。 出城决战,兴奋得忘乎所以,于是,带兵猛攻唐军。 唐朝雷若之兵,抵挡不了府攻时的强兵,被迫退却。 谁知府攻时的军队追得太过深入,正好撞上了李孝公严阵以待的强兵。 由于府攻时阵形散乱,因此被唐军一战击破。 最终,府攻时在逃亡途中被一农民活捉,献给了李孝公。 而李孝公立即将之斩首,并传守于江南。 由此,叛军们纷纷投降,江南西定。 对于李孝公,就唐书评价道,隋王,盗贼变天下,皆太宗自讨定,毛臣萧帅并立麾下,无特将专寻者,为孝公独有方面公以自建云。 也就是说,隋莫大乱,中原诸贼大多由李世民亲自平定,很少有其他人能独当一面,而李孝公正是这位有独当一面能力的功勋大将。 对于李孝公的军事才能,后世多有诟病,认为,他并没有直接指挥军队,平定南方的守宫之臣应该是李靖。 但是在彼准看来,虽然李孝公军事才能确实彼步,尚李靖,但也绝对不算差。 同时,李靖虽然军事才能出众,但在唐军中资历太浅,难以服众。 试问没有李孝公压阵,李靖如何能压服众将,指挥先军万马? 李靖和李孝公的关系,就像是鲁登道夫离不开兴登堡,素玉离不开陈毅。 因此,说李孝公仅仅只是下山摘桃子的庸将,是非常不公平的。 而李渊和李世民对李孝公的封赏,也证明了他的盖世奇功。 由于李孝公曾是整个南方的军事首脑,为了显示自己的危重,镇压当地的不轨之徒。 李孝公专门在石头城内,修建了一个宏大的住宅,还设立邵所往来巡查以护卫自己。 谁知因为此事,有人诬告李孝公要割去江南,应立中央。 虽然后来李孝公得到了昭雪,但他却改变了自己高调的作风,开始夹着尾巴做人。 首先,李孝公修了座大宅子,买了一百多个歌女,每天把自己锁在家中花天酒地。 上朝时,李孝公绝口不提自己的功劳,待人宽恕谦让,没有娇金自得之色。 选五门之变后,李孝公更是连自己的大宅子也不想要了,他对左右是从说,我住的房子太红利了,应该卖掉再买座小院子,能住就行。 我死之后,朱子有财,守死足矣。 如果这些犬子不财,这宅子岂不是便宜了别人。 正是因为李孝公的小心,才让他保住了自己家族的富贵。 贞冠十四年,李孝公因得了疾病而去世,享年五十岁。 李师民亲自举哀,枯枝慎痛,赠司空,扬州都督,陪藏县陵,是约缘,配奖高祖妙庭。 而他的子孙一直在唐朝威名赫赫,其富贵几乎与大唐相识中,持续二百八十九年。 由此可见,李孝公身安为臣之道,以低调,谦和为家风,不仅避免了鸟进宫藏的结局,还荣己子孙。 在林烟阁二十四功臣中,李孝公更是高居第二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